很震撼的 我来这边之前 我在粤港澳大湾区那边参访 然后呢在那边 我觉得可以用一个奇迹来形容 然后有一位台湾的老师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台湾如果再不跟上的话 连大陆的车尾灯都看不见了 那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心里是有点犹豫的 这个话要不要发出去 但我最后把它写下来了 但我写下来之后 这篇稿件传回报社的时候 那报社的同事看到这段的话 引起了一个风波 大家觉得会不会说得太过分了 那最后我们社长是说 这篇文章还是让他发 因为确确实实是采访过来的 那今天我来这边看了这山谷 我觉得台湾真的是需要 让更多的人过来看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